Hello大家好,我是Tia,又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给大家测评一下墨小宝的这一套美妆刷 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妆博主墨小宝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 然后他今年推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品牌 他的品牌是叫Mouseway 反正我记得看他视频的时候 他解释了一下他这个品牌的来历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的视频 他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美妆套刷 那这个套刷呢我当时候是在双十一的那个时候买的 他也是那个时候上架的 我买下来就反正就加上那天的那些券吧 我买下来价格是210块人民币这样子 反正好像我看人家评论里 好像有人比我更低的价格买到那个这个刷子的 这个包装呢就是这样纯黑的一个外包装 像一本书一样 就有点像文件夹 也有点像 然后上面呢是有那个 他们那个logo Mouseway的标志 这里是brush写的是 然后后面是这样 Mouseway brush 打开之后就像打开书一样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会有一个刷子的说明书 然后还有一个纸 我觉得好可爱 上面都是一把把那个化妆刷的这样子一个标志 还蛮可爱的这样子 这个说明书就是introduction介绍 我觉得这一套刷子 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 就很用心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说明书 因为很多时候 有的妹子新手的话 她拿了刷子之后 不知道这个刷子拿来干什么的 其实我一开始买刷子的时候也会 但是像国外的刷子的话 它都会标上是什么刷 就是它那个刷子 尾端它写上 它是foundation brush 那它就是粉底刷 它是concealer brush 那它就是遮瑕刷 就是什么什么brush 它都会写好 什么powder brush 它就是散粉刷这样 但是我发现 国内品牌的一些刷子呢 它都是只有编号 就是它把那个刷子后面都编上号 什么1234啊 或者什么 挤啊挤啊挤啊这样子 当然Sigma它也是有编号的 可是Sigma除了编号之外 它后面也是有一个描述 就是counter brush foundation brush highlight brush 它都会写好 什么brush brush 都会写好的 发现国产品牌刷子 好像都没有 然后那小宝呢 他就是把这个功能性的一个介绍 放在了这个introduction里面 因为它的刷子编号也是用阿拉伯数字编的 就是M01 M02 M03这样子 但是它刷子上面本身 它没有描述这是什么刷子 但是它在introduction里面就写了 它是什么刷子 像它M01它说写的它是遮瑕刷 但它除了写了遮瑕刷之外 它还会写上 这个遮瑕刷是怎么样用的 它假如说遮瑕刷 它写上说沾取遮瑕膏在瑕疵部位进行涂抹暈染 虽然这个是比较通俗的一句话了 但是你就会知道这个遮瑕刷要怎么用嘛 这个说明书对一些新手或者对一些使用化妆刷不是很熟练的人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的指导 所以我对它这个introduction这个介绍我真的是还蛮中意的 小宝在做这个刷子的时候 他真的有考虑到很多方面 就可能够看得出它的细心的一面 下来就跟大家说刷子 那刷子呢它总共是有十把 那它的外观的设计呢 就跟大家看到一样 黑色跟银色的一个搭配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这个刷子的这个杆呢 我觉得质感还不错 而且明显是感觉是刷了漆的 因为感觉是有点发亮的那一种 然后很实 然后它那个管子呢 铜管呢也是很结实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刷子的一个做工来说很细致 它这十把里面呢有三把是进口的纤维毛 然后剩下呢都是动物毛 那接下来我就一一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把刷子吧 刷子就从左往右开始说 那首先拿到了就是这个M02 那M02这把刷子呢是散粉刷 看样子大家也知道了 纤维毛的 它这个纤维毛的感觉比我想象中要好 就是它这个纤维毛的弹性还不错 这个纤维毛的感觉比欧美品牌那种纤维毛的散粉刷摸起来 会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舒服 我没有想到纤维毛居然也有那么细致的毛 然后它的抓粉力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就这么滚一下 大家可以看吗 它的抓粉力真的还不错耶 然后把多余的弹掉之后 粉在那个刷子上沾取的那个量 我觉得也蛮合适 拍打在那个手上觉得还蛮均匀的这个粉 它这个握柄的感觉我觉得也蛮合适 蛮舒适的 它这个形状是有点椭圆的那种 就很适合你是按压的那样子一个方式去上散粉 就拍打的形式 因为有的散粉刷呢你是要这样子 但是它这个散粉刷呢 就比较适合拍打这样子去上 下一把呢是M09 M09呢它是腮红刷 它的毛呢是细光风羊毛的 那个柔软度还不错 它的毛量呢是稍微多一点 厚实一点 所以说你可以能够使上地的那一 因为有的羊毛的那个腮红刷 它是比这个更加柔软 因为它毛量没那么多 像那种如果你使劲的话 其实也用不上劲 因为它那个毛太软 长短比较的适中 然后正好是你能使上劲的那种 毛量 就比较适合用在那种 粉比较难取的腮红呢 是有点带鞋型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它 其实有一点点倾斜这样子 适合这样子去点压你的腮红在这个脸上 接下来一把呢是M08 那M08这一把呢是一个斜角的修容刷 那它的毛呢是西瓜蜂羊毛了 哇这个斜角的修容刷 对于我来说啊 我觉得好小喜欢用的修容刷呢 是斜角的没有错 但是我喜欢比较宽 至少是这个Double 两倍这么宽度的一个斜角的修容刷 这个这种斜角修容刷就 比较适合那种 精细一点的修容了 因为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很随意想修的话 感觉这个刷子做不到 因为它太小了 但是它如果是拿来修那种精细 你要修的比较精致的话 这个刷子还可以 然后它这个毛量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少 对于修容刷来说啊 因为我用了很多刷子 我觉得修容刷的话 可能每个人的上妆习惯不一样吧 可能小宝的上妆习惯就是 他就比较喜欢用这样子的一个修容刷 但是像我的话 我觉得修容刷的毛量一定要多 一定要大 就是比较的宽比较的大 毛量要多的来不是紧密的 是多的来是稍微带有一点点松散 那这样子你大面积想刷起来 也会比较的快 然后修容起来也比较的方便 它要是又有点扁 又有点窄 然后我就觉得 这把刷子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好了 接下来一把呢是M10 那M10这一把呢 上面写的呢是高光刷 哇这把高光刷是我遇到比较小的一把高光刷 如果按照国外的那种定义来说 它应该是叫细节的高光刷 因为真的好小 然后它这个毛 我看那个里面的说明是说 它是中光风羊毛 就是那种比细光风会稍微硬一点的羊毛 像眉骨这样的高光 因为如果是颧骨这个高光呢 对我来说 其实它也能刷啦 你就可以慢慢的这样子叠加去刷 你也可以刷出一道很精致的一个高光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刷颧骨不太够 但是刷鼻梁我觉得是正好的 因为它正好是这个区域的位置嘛 然后你刷眉骨的那个地方也挺好 你可以刷颧骨的这个位置啦 但下巴的话也是觉得有一点点小 其实我最近确实是想买一把细节的那种高光刷 因为我之前是看Kathleen的视频吧 就是说她就是刷高光的时候 就你想特别是着重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如果拿大的那种高光刷 刷不出来那种感觉 就需要一个细节一点的高光刷去刷 我觉得这一把其实是可以做到 我也缺 这把的用途就有了 那一把呢是M04 那这是一把眼影刷了 是大号眼影刷好像是 对大号眼影刷 那这个眼影刷就是那种拿来刷打底色用的 这种刷型的话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刷型啦 然后它就是那种稍微长一点 带有一点弧度半圆的这样子一个型 然后拿来上打底色蛮合适的 它这个也是细光风羊毛 但是感觉这个羊毛细光风的来 好像没有那个空山星雨的那么软 我觉得就我感觉空山星雨的那个会更软一点 或者极地的也挺软 但是上眼之后也不会感觉到渣 就是上眼之后也是蛮舒服的 就是你也可以晕开 然后它抓粉力也挺好的 下一把呢是M06 那M06呢看这个刷型就是一个运染刷 眼窝这个颜色的运染用的 那这个刷头呢我还觉得蛮不错 因为它是稍微带有一点圆的这样子的一个运染 因为我觉得圆的头这样的运染起来呢 会比较的均匀 它是灰鼠毛跟马毛的混合 就你运染起来的话会更加的深入一点 更加的仔细一点 下一把是M01 那M01这个呢是遮瑕刷了 这个遮瑕刷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刷型 拿来刷大一点的那种遮瑕区域可能还好一点 如果小一点的遮瑕区域可能就是不太的好用 就是除非你这么点吧 感觉它还OK 但是不是我喜欢的那样子一个遮瑕刷的刷型 我会喜欢稍微偏尖一点 然后稍微再窄一点的那样子的一个遮瑕刷 下一把呢是M05 那M05呢是一号的眼影刷 就是拿来刷在双眼皮褶皱上颜色用的这样子一个眼影刷 那这个眼影刷也是羊毛的 然后它就是比刚才的那个M04要小一半 适合你刷双眼皮褶皱位置啊 或者眼尾这样子运染的一个那种用途的 反正这个刷型就很正常一个刷型 我觉得是OK 下一把呢是M03 那M03一看刷型呢就是眉刷了 那这个眉刷的话 我摸它的那个软硬程度其实是OK的 就你拿来刷眉粉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我很少用眉刷 所以我得不出结论这个刷到底好用不好用 根据我摸的感觉 还有它的那个软硬程度的话 我觉得它拿先拿来勾眉型的话 应该是很好勾的 填补的时候就可能会稍微要慢一点 然后多次的这样去填补才可以 我用的不多 所以我没办法多说什么 那最后一把呢是M07 那M07呢它是叫细节刷吧 如果是我 我又叫它细节刷 M07它是叫小号的眼影刷 它就是这种比较小的这样子 一个那种细节处理的眼影刷 然后它这个毛 纤维毛来的 因为它比较的硬一点 那么扁的这种刷型的话 刷不了眼头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眼睛来说 这种扁的刷型 刷不了眼头 只能刷颜尾 这样子运染来用 倒是可以用 这种细节的眼影刷 其实是一般 我觉得要么你就给我稍微做圆头一点 像Pencil Brush一样 要么呢就稍微做宽一点 窄一点 完全可以运染一下那个颜尾的这样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对莫小宝 Museway这套化妆刷的测评 这套化妆刷的话 它没有粉底刷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没有粉底刷 因为小宝说过 她觉得粉底 还是用海绵蛋去上的话 是最自然最服贴的 当然我觉得她说的也是对的 可是每个人的化妆习惯不一样 所以如果有的妹子 可能习惯用粉底刷的话 她没有粉底刷 就会感觉有一点缺了点什么 对于我来说 我也会 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用粉底刷去上妆 然后再用海绵蛋去按压 所以说这一套没有粉底刷 就对我来说是一个空缺吧 来说我觉得小宝这一套刷子使用感还不错 那如果你是小宝的忠实粉丝 或者是你是化妆新手的话 我觉得这一套刷子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里面的刷型还是蛮齐全的 然后使用感受来说也挺好 价格方面呢也是适中 但是我觉得这一套刷子呢可能不会进入到我喜欢用的前几名当中 这套刷子的毛质上 还有它刷上脸之后的那种细腻感 还是没有我之前给大家做过测评的那几套刷子来得要好 那当然因为价格有区别 成本也是摆在那里 测评呢都是基于我的感受 是从我自己的实际的想法出发 然后再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那至于买不买呢 这个决定权是在于你自己本身不是在于我 我只是一个作为一个分析者来告诉你 我站在我的角度我是怎么看的 因为刷子这个东西的话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脸都是不一样的 上脸舒不舒服还是要自己说了算 当然你刷子用的越多 你的感受就会越深 你就会知道你更喜欢什么样的刷子了 那希望我今天的视频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